欢迎大家收看评论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白宫需要谈论通胀问题 加沙停火只是解决几十年冲突的手段 而不是终结冲突的目标 奢侈时尚的价格已经过分了 哈马斯在想什么 好人特鲁多被无情的世界领导人踢来踢去 请大家收看 米兰会同中国决裂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Alexander Golock 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米莱 在选战期间就宣布 当选后将与中国拉开距离 而且是全方位的 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毫不掩饰他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鄙视 他曾谩骂同样来自阿根廷的教宗方济格 宣扬共产主义是婊子养的 米莱主张深化同美国和以色列的贸易 这位阿根廷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如果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 那将是迄今未止一个民主经济体 与北京的国家经济体脱钩的最极端形势 也将是阿根廷对外政策的一个极具转向 就在去年 米莱的前任费尔南德斯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以使阿根廷成为中国一带一路专案的一个投资物件 费尔南德斯还称中国为真正的朋友 因此北京对米莱的路线转变感到不爽 中国外交部一位米发言人称 如果阿根廷同中国或巴西这样的大国断绝联系 将是阿根廷外交的严重错误 对于中国而言 拉美大陆在过去20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双边贸易额从20年前的180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450亿美元 到2035年还将增至7000亿美元 智利目前对中国的出口几乎等于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总和 中国还是巴西最重要的投资方 投资额超过美国和西班牙对巴西投资的总量 中国银行向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对拉美的贷款总和 阿根廷也从中受益 今年8月来自北京的一笔过渡性贷款 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得以部分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逾期债务 对中国掌权者习近平来说 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投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 习近平2013年上任以来已经11次访问拉美 凸显了他的政治意图 在临近速敌美国的这一地区获得影响力 在中美洲到2013年时 还有不少小国外交上承认台湾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那以后 多名尼加共和国 尼加拉瓜 巴拿马 纷纷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米莱上任后 是否会改变对台湾政策跟北京断交 而承认台湾 还有待观察 眼下还难以预测 激进市场派的米莱会将哪些计划真的辅助实施 如果阿根廷这个拉美第三大经济体果真对中国关上大门 会对其他拉美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同时 布宜诺斯艾利斯要面对的问题是 鉴于该国极为脆弱的财政状况 现在是不是应该惹恼中国这个强大的潜在贷款提供方 Alexander Golok是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纽约大学加勒庭学院兼职教授 曾在哈佛大学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研究 目前生活在纽约和柏林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亚洲民主世界的意义是它的一个核心话题 白宫需要谈论通胀问题 路透观点 拜登政府强调物价下降是美国人民今年值得感激的原因 然而 美国人对经济仍然感到沮丧 虽然一些价格下降了 比如汽油和平均感恩节大餐的价格 但与拜登上任时相比 美国人仍然需要支付更高的汽油和食品价格 此外 自2020年12月以来 工资只增长了14% 这还不足以抵消物价上涨 尽管有积极的经济指标 但一向民意调查显示 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不佳 总体而言 美国人并不认为政府声称物价下降的说法准确 加沙停火只是解决几十年冲突的手段 而不是终结冲突的目标 南华早报评论版 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同意通过调解达成一项协议 暂停对加沙的军事攻击 并允许进行囚犯交换 然而 停火是暂时的 以色列仍致力于在政治和军事上消灭哈马斯 无辜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代价是非人道和不加区别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表示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之前 中东地区无法实现安全 中国的言论反映了其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外交影响力 以及作为一个可靠的大国伙伴替代美国的角色 地区和平进程 现在需要加倍努力避免进一步冲突 奢侈时尚的价格已经过分了 FT评论版 豪华服装与休闲服装的区别越来越难以辨别 品牌只能依靠价格来区分富人和穷人 例如 售价约为1000美元的豪华运动鞋 并不比售价低于100美元的耐克鞋 更有吸引力或舒适 运动休闲服装中使用昂贵的材料 如羊龙和维库纳 是为了证明高价值 然而 这种矛盾变得太明显 有可能导致身份象征的丧失 最终 休闲化可能变得不可持续 引发一种新的展示财富和地位的方式 哈马斯在想什么? 外交政策 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 对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这次袭击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和平民伤亡 但它打破了巴勒斯坦问题 可以在以色列种族隔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 被忽视的幻觉 巴勒斯坦现在重新回到全球议程的顶端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自2007年以来 哈马斯一直被限制在加沙地带 军事力量被用作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谈判让步的手段 然而 哈马斯最近尝试了不同的方式来挑战这种平衡 比如允许人民抗议以色列的统治 并利用其军事武器库对以色列的侵略进行报复 这些变化揭示了哈马斯的战略转变 和其以武装抵抗为解放手段的承诺 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可以看作是一个对其限制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尽管这次袭击造成了重大的流血和强大的以色列回应 但它打破了以色列人的虚假安全感 并揭示了以色列军事的薄弱之处 然而 这次袭击也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毁灭性的以色列回应 并使以色列能够为其集体惩罚和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持续殖民主义辩护 这次袭击打乱了哈马斯限制的结构 和巴勒斯坦人可以被孤立成巴图斯坦 而不对以色列造成任何代价的假设 然而 哈马斯的战略转变是否能够在长期内取得成功还有待观察 因为它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和地区大火 以色列和美国的目标是在加沙建立一个顺从的统治结构 以在以色列霸权下压制巴勒斯坦人 然而 这种方法不太可能持久或可持续 因为任何选择的统治实体都将被视为非法和合作主义者 如果之后的日子要成功 就必须追究以色列的责任 并解体其种族隔离制度 好人特鲁多被无情的世界领导人踢来踢去 南华早报评论版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羞辱 特鲁多政府成功解救了两名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公民 被称为两名迈克尔 然而 其中一名男子迈克尔斯帕弗现在指控另一名迈克尔 科夫里格是加拿大政府的间谍 并起诉沃泰华寻求赔偿 这一事件使中家关系陷入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特鲁多还因其处理与印度和以色列的外交问题而受到批评 欧盟度假屋规定揭示了不光彩的预定行为 路透观点 欧盟计划引入一项新方案 以追踪短期租赁的预定数据 例如在LBNB上列出的房源 此举旨旨在帮助城市管理日益增多的租赁房源 并解决拥挤和逃税等问题 参与的司法管辖区将被要求建立房产业主的在线注册系统 并为平台建立一个每月预定数据报告门户 预计约有25个国家将参与该计划 这个新的监管系统还可以帮助税务机构监控租金收入 并防止与平台发生冲突 没有从加沙地带的出口 外交事务 根据Hosen Abish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 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暴力爆发 暴露了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的双重策略的不可行性 恩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试图通过对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并寻求与阿拉伯政权正常化关系 而不是首先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策略已经适得其反 Abish认为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被迫走上了当前的道路 但如果他们愿意努力就有一种摆脱暴力循环的方法 他建议在释放人质和人道主义暂停创造外交空间的同时 向以色列提供摆脱加沙困境的政治前景 然而 这将需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和巴勒斯坦国家地位上做出重大让步 而目前的政府不太可能同意 Abish还主张 美国应该采取重大政治举措 追求解决以巴冲突的持久解决方案 以恢复其可信度并缓解全球公众的愤怒情绪 哈马斯的非对称优势 外交事务 最近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显示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不对称的增长 以色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并不足以击败哈马斯 而哈马斯则能够利用先进的战术和技术与更强大的对手抗衡 哈马斯利用以色列的武力行动来获得国际同情和支持 并利用平民死亡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以色列必须通过适度使用武力 并保护巴勒斯坦平民来重新获得道义高地 以击败哈马斯 技术进步 使得哈马斯等恐怖组织能够像国家一样行动 发动复杂的袭击并传播宣传 1867年的炸药发明和1947年的AK-47突击步枪的发展 对恐怖分子来说是重大的技术福音 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袭击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卫星电视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也放大了恐怖主义暴力的影响 使组织能够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获得支持 哈马斯还利用地下隧道作为对以色列的不对称优势 隧道使得哈马斯战士能够在以色列军队占领地面时穿行于城市中 轻松伏击他们 以色列可以使用大型炸弹摧毁隧道 但这将导致数千名平民死亡 并进一步使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孤立 以色列可以通过更好的监视和防御来对抗哈马斯 但也必须通过有选择的使用武力 并重新夺回道义高地来对抗哈马斯的政治动员 以色列必须避免在约旦河西岸引起愤怒 并继续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防止其支持哈马斯 有一场科学欺诈的流行病 而我们正在忽视治疗方法 FT评论版 科学研究中的欺诈和不端行为日益明显 数据异常和操纵结果的案例不断浮出水面 目前 我们仍然依赖举报者和业余调查人员 来发现和揭露欺诈行为 但科学界应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检测和防止欺诈 建议在科学界建立一个专业的欺诈检测系统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科学家负责确保研究的诚信性 这将有助于打击虚假论文的产生和数据的操纵等欺诈行为 科学研究中缺乏禁止调查意味着违反规则的好处 往往超过遵守规则的激励 资本呼叫凯雷集团松下 路透观点 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凯雷将其在麦当劳中国的28%股权 以60亿美元的价格迈回给这家快餐连锁店 为凯雷带来了15%的内部回报率 这笔交易是继凯雷在2017年与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和财团合作之后进行的 使该公司能够将重点转向中国的其他投资项目 包括字节跳动和蚂蚁集团 与此同时 松下正在将其汽车部门的一部分出售给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该部门是松下五个部门中销售额第二大的 这可能为上市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香港必须倾向于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南华早报评论版 根据南华早报的一篇专栏文章 香港应加强公司合作伙伴关系PPP 以重建国际信心 创造新的商机 并将私营部门的创造力 知识和资源引导到战略增长领域 此外 政府因投资研发 推广STEM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的教育 并实施鼓励创业和孵化初创企业的政策 以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NVIDIA的人工智能繁荣超过了中国的限制 路透观点 尽管对向中国出口的限制加大 半导体公司NVIDIA的收入却增长了两倍 该公司的芯片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训练系统中需求旺盛 其设备对于处理相关数据的数据中心至关重要 只要科技公司继续投资于人工智能能力 预计NVIDIA的销售额将继续增长 然而 对向中国出售芯片的潜在限制可能会影响该公司的收入 NVIDIA的尖端产品目前领先于中国公司的能力 但出口管制可能会激励中国国内生产竞争芯片 尽管存在这种不确定性 NVIDIA在收入增长方面有着强大的记录 其产品目前没有容易替代的选择 内地游学团有助建立紧密联系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一个由香港副部长和政治助理组成的代表团 目前正在中国大陆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此行的目的是帮助代表们了解国家最新动态 增进对国家事务的了解 这次访问被视为促进团结和培养国家和全球视野的机会 代表们也有机会向内地官员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 希望这将有助于制定更符合香港需求的国家政策和措施 习近平和岸田会谈为改善双边关系带来了希望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上周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会晤旨在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两国领导人承诺改善关系基调 寻求互利关系 尽管在领土争端 日本增加军费开支和中国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等问题上 仍存在分歧 会议还讨论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核污染水的排放问题 两国领导人都表示 希望通过协商和对话找到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 这次会晤表明了中日之间建立更具建设性关系的愿望 IPEF 三大支柱成功 一支柱步履蹒跚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拜登政府将不得不在明年确保其关键的印太经济协议 印太繁荣经济框架 IPEF 保持其他签署国的信心 并持续到美国政治周期之外 IPEF于2022年5月启动 在供应链 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大支柱中的三个支柱方面 谈判进展相对顺利 但在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方面遇到了麻烦 未能及时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进行谈判 IPEF还遇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威胁要淘汰 IPEF 进一步破坏了这一倡议的持久性 并可能促使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在他们的竞选活动中发表类似的声明 就像2016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一样 美国将不得不向其他13个签署国保证其对该地区的经济承诺 以及它将如何持续到2024年之后 谈判代表的目标是在上周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最终确定IPEF四大支柱的最终框架 并强调自该倡议宣布以来18个月所取得的成就 美国商务部领导了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的三大支柱 并在APEC上宣布该协议的实质性缔结 商务部长梅蒙多强调了清洁经济支柱所取得的成就 这是一项经济合作协议 通过改善和加强监管和政策环境 分享最佳实践、加速部署清洁技术以及抓住由此产生的经济机遇 支持签署方向清洁经济过渡 通过公平经济支柱 IPEF合作伙伴正在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具约束力的承诺 并承认和支持IPEF地区在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流 国内资源调动以及有效实施和管理税收政策方面的努力 以支持反腐败工作 这是建立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的供应链协议的基础上的 该协议是第二支柱的一部分 该协议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个多边供应链协议 旨在使供应链更具弹性和竞争力 并建立在劳动力发展、供应链监控、投资促进和危机应对 等问题上进行持久合作的框架 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谈判达成的第一个支柱没有那么幸运 尽管几个月来一直很清楚 这个支柱不会在APEC会议上达成实质性结论 公平贸易支柱并不关注市场准入等传统贸易项目 使其对该地区和有远见的成员的吸引力降低 但也确保了IPEF不必通过美国国会批准 相反,它侧重于劳动力、贸易便利化、监管实践、农业和数字经济 并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这与其他支柱不同 这意味着无论如何都更难完成 数字贸易也被证明是美国的障碍 人们对大型科技公司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和原代码的影响表示担忧 也许最大的非受迫性错误是一开始就没有与国会进行足够的接触 讨论IPEF是什么、不是什么 以及他打算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实现什么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开始时 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are Brown主持了新闻电话会议 并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 讨论了他通过推动拜登政府放弃IPEF的贸易支柱 来保护俄亥俄州工人的努力 布朗也反对TPP、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他表示他反对支柱是由于对工人的保护无法执行 IPEF是闭门谈判的 认识到他的过往记录 以及布朗正处于一场艰难的竞选斗争中 应该促使人们做出一些努力 以减轻APEC开始时IPEF头条新闻的影响 如果美国想确保印太地区相信它在经济上是长期的 并且是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行替代方案 它就必须利用明年的时间使IPEF成为一个持久和可信的框架 可以超越政治风向的变化 否则可以肯定的是 由于对美国执行能力缺乏信任 未来的多边经济倡议都不会启动 为此 拜登政府需要尽早并经常与国会接触 了解IPEF的意图和目标 承认将存在同意和不同意的领域 并确定国会可以将IPEF的部分内容编入类似于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立法的领域 政府还可以采取措施 在IPEF中建立永久性 包括设立一个办公室或特使 可以继续协调和召集这些努力 并确保供应链协议等商定机制的延续 13个国家相信美国会提出TPP的替代方案 并对印太地区做出可信的经济承诺 明年对于证明怀疑论者是错的至关重要 爱琳 莫菲 Aaron Murphy 是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热门新闻的分析 首先是关于通胀问题 虽然白宫一直强调物价下降是美国人民今年值得感激的原因 但实际上美国人对经济仍然感到沮丧 虽然一些价格下降了 但与拜登上任时相比 美国人仍然需要支付更高的汽油和食品价格 此外 工资增长不足以抵消物价上涨 这说明政府声称物价下降的说法并不准确 接下来是关于加沙停火的问题 虽然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同意通过调解达成一项协议 暂停对加沙的军事攻击 并允许进行囚犯交换 但这只是解决几十年冲突的手段 而不是终结冲突的目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表示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之前 中东地区无法实现安全 这反映了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外交影响力的趋势 然后是关于奢侈时尚的问题 豪华服装与休闲服装的区别越来越难以辨别 品牌只能依靠价格来区分富人和穷人 这种矛盾变得太明显 有可能导致身份象征的丧失 最终 休闲化可能变得不可持续 引发一种新的展示财富和地位的方式 接下来是关于哈马斯的战略转变的问题 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可以看作是一个对其限制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尽管这次袭击造成了重大的流血和强大的以色列回应 但它打破了以色列人的虚假安全感 并揭示了以色列军事的薄弱之处 然而 这次袭击也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毁灭性的以色列回应 并使以色列能够为其集体惩罚和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持续殖民主义辩护 哈马斯的战略转变是否能够在长期内取得成功还有待观察 接下来是关于科学研究中的欺诈问题 科学研究中的欺诈和不端行为日益明显 这需要科学界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检测和防止欺诈 建议在科学界建立一个专业的欺诈检测系统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科学家负责确保研究的诚信性 最后是关于NVIDIA的人工智能繁荣问题 尽管对向中国出口的限制加大 NVIDIA的收入却增长了两倍 这显示了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能力的持续投资的重要性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现在我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一篇 сначала能够告动 或设订阅各种简 Print坑